妇伤九婚不孕 去年初是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孕育了八个胚胎竟然是全部成功 大喜望外的妇伤夫妇最终找来了两位代孕的妈妈 再加上自身共三个子宫采取了二加三加三的队形 在去年九十月份前后一个月的时间 先后诞下了四男四女八胞胎 八胞胎穿着同样的服装 气质又可爱 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个八胞胎家庭就住在藩于雅居勒的上善若水小区 记者进入小区辗转之下找到了八胞胎住的地方 不过敲门没有人开 据邻居说他们这两天搬走了 应该是去连体别墅 据了解 洗重八胞胎的两夫妇是富商 之前一直求子未成 为传宗接代 他们选择了试管婴儿 因为成功率只有三成 他们雇佣了两个待遇妈妈 没想到一下子都成功了 后来就在国内做了这个 试管婴儿做了 那做了几次不成功 都一直 为了后来从美国回来认女的教授 有个教授就跟你说 说八胞胎都成功 你要不要 他都要 完了还认了这个教授 做这个小孩的干嘛 现在都有一岁多了 小区住户说经常见到他们推着八胞胎一起出来晒太阳 非常壮观 而且家里还请了11个保姆 那这个帅哥 又不信 如果是 或是 文字幕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